坚持一年成功考上女神所在学校的研究生 正当我准备告白时 女神和大学时的好友官宣恋爱了 我局促尴尬时 死对头肩青梅竹马凑上来 纪伯达 你根本真烦 追老娘追到这来了 大行射死现场 我复读一年 成功考上女神所在学校的研究生 正当我准备告白时 我暗恋的女神苏浅浅和大学的好友一腾成官宣了 纪伯达 快吃菜呀 愣着做什么 一腾成热情地招呼我 是不是不和你的胃口 苏浅浅善解人意的关切道 不然你再点两个菜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清淡的 嗯 上个月我刚去吃过 回学校拿资料的时候 我刚去吃了 复读这一年 我经常去吃 每次都是一个人去 去的时候 老板娘总会笑眯眯问我 怎么不见你女朋友一起来 我只是笑笑 满脸苦涩 为了能跟苏浅浅考进同一所研究生学校 我使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 逼着家里人再给我一年的时间 二次考研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 孤独和巨大的压力 让我时常喘不过气来 那个时候 我就会想起跟苏浅浅在一起的日子 是我煎熬时唯一的慰藉 她很优秀 长得知性漂亮 她会让我帮忙处理掉 那些男生送来的信和礼物 我一度成为全班公敌 后来升级到全学校了 我会给她带我妈做的香肠 她也会送我一些小礼物 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吃酸辣粉 去的次数多了 老板娘都记得我们不要香菜 我一直以为她是知道的 知道我对她的感觉不仅仅是喜欢 我们之间只是没有说过而已 我义无反顾地跟她考了同一所学校 但事与愿违 我没有被录取 苏浅浅满脸遗憾地看着我 突然笑着揉揉我的脸 说道不如复读吧 这一句话给了我无尽的勇气 后来我选择了复读 她给我加油打气 说会在学校等我 那句等我 是我熬过复读一年的全部动力 只是有的东西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找不回来了 待会我们去哪里玩 浅浅说有个真人密室逃脱 很好玩 不然我们一起去把 伊藤成兴奋地提议 手不自觉地握向苏浅浅的手掌 纪博达 你不知道 上次也是我们剧完 他吓得差点扯烂我的袖子 比起密室逃脱 他们两个更让我受不了 我把头撇过去 很没用地选择无视 这恩爱秀得让人想吐 伊藤成是我大学时期的好友 他的话很少 总是默默跟在我身后 我把所有心事都告诉他 包括苏浅浅 他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 很认真地听我说 那个时候有人跳出来 让我小心点 伊藤成还说会咬人的狗不叫 我直接怒了 拍着胸脯告诉那人 伊藤成是我的好友 谁说他不好都不行 现在想起来 自己真是傻得可怜 伊藤成要是真有我认为的那么好 就不会摇身移变成了 苏浅浅的男朋友 他们独眼考到了同一所学校 进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我懂 可为什么是伊藤成 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对苏浅浅是什么心思 他比谁都清楚 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 苏浅浅根本就对我没那种意思 可他为什么不直接说破 给我个痛快 不挑明也不说破 还暗戳戳地做那些事 让我误会 真不是个东西 这两个人暗堵陈仓 把我架空了 我像个傻瓜一样 从头到尾 自己自导自演的艺术戏 结果根本就没人在乎 来的路上有多期待 现在就有多微凉 自始至终 小丑只有我一个 要是有法术就好了 掐个绝离开这里以后 跟他们再见面就是陌生人 突然间 一个疯疯活活的女孩子 闯了进来 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背着光我还没看清楚 那人就抬手搂住我的肩膀 纪博达 你根本真烦 追老娘追到这里来了 光听声音 我就知道是柳如烟了 我俩从小就认识 算是青梅竹马吧 他是我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然后是现在的研究生的同学 没错 他跟我一样 也二战了 考验我们两家大人 在同一个单位 小时候放寒暑假 经常被拎到办公室写作业 也就是那个时候 建立了身后的友谊 成了死党 就是他火眼金睛 说一腾城是咬人的狗 也是为了那件事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俩一见面就掐 此时此刻 柳如烟跟我使劲眨巴掩 不知道的还以为抽筋了 我反应过来 原来这回是来救场子的 也就是说苏浅浅跟一腾城 在一起的事情 他早就知道了 知情不报最佳一等 可眼皮子底下要紧的是 赶紧闪人 幸亏柳如烟来得及时 看来他还有点眼力尽 我强称着咬牙切齿道 是啊 我喜欢你不行吗 柳如烟笑了 得意地把我挽住我的手臂 挑衅地说道 行啊 我从大学就看出来 你对我图抹不轨了 那个时候我一心学习 现在自由了 就勉为其难给你个机会吧 场子冷了 面前那对敝人变成冰雕 愣在原地 柳如烟又开始急眼 还在暗示 为了不让我难堪 牺牲自己可真够意思 当然不能辜负了他这番好意 言笑艳艳地望着化身冰雕的二人 一腾城侧着脸看向我 眉间带着一样阴阳怪气的开口 捂着嘴紧张地朝苏浅浅看去 我这才反应过来 一腾城妥妥一杯好茶呀 柳如烟吃笑 捧着我的脸掀起我的眼皮检查 同时赞许地说 看上我算你眼光不错 扭头看着一腾城 语气不善 一腾城你眼瞎了呀 苏浅浅能和我比 我忍不住笑起来 柳如烟还是说话这么不客气 不过看到一腾城脸上一红 张口结舌的样子 我心里莫名暗爽 以前我满眼都是苏浅浅 别人根本看不上 曾一度认为 她是我见过的女孩子中 最优秀的一个 对青梅竹马的柳如烟 并不怎么在意 事实上 柳如烟确实比苏浅浅优秀多了 她家境优越 学习又好 人也高挑漂亮 还是风靡全校的校花 什么奥数奖物理奖等等 我曾被邀请去她家书房里 她的奖杯都快放不下了 荣誉证书一大堆 当时就被惊呆了 没想到身边还藏着一个大学霸 柳如烟 还曾收到斯坦福大学的录取名额 因为种种原因没出国留学 细细算下来 柳如烟真的很优秀 是啊 我们柳如烟从小就优秀 一到学校就当上学生会主席 先对我长脸 我捏了捏她的脸蛋 算是抱了她纤我眼皮的仇 刚才一腾成还在我面前炫耀 苏浅浅也进入学生会主席的备选 但因为学业繁重 故而放弃 冷 这会啪啪打脸了不是 有些事我知道 只是没说给苏浅浅一点面子 可一腾成偏步走寻常路 给我上一大堆眼药水 我能不气吗 一腾成脸色一变 握住苏浅浅的手 苏浅浅的耳朵通红 我知道她一害羞就会先 红耳朵看来竞争学生会主席 学业繁重是借口 柳如烟笑着道 不耽误你们小两口了 我跟我 老公也去约会了 我去 柳如烟是不知害臊二字吗 脸上火辣辣一片 被她牵着离开 我没有回头看 苏浅浅即使心有不甘 现在她已经不属于我了不对 她从来都没属于过我 半个小时后 不是我急什么 怎么还不熟感谢的话呢 我疑了 柳如烟挑了挑眉 笑得欠奏道 刚才是谁救你遇 水火之中 果然不能对柳如烟心存感激她 一句话就能打消我的念头 是 试试你就是我的急事语 说吧 想要我怎么报答你 算你还有良心 要求不 高你身相许吧 我心头一颤热气腾腾的 烤肉掉在我手背上 烫得我呲牙咧嘴柳如烟急忙 起身查看 看到我被烫红的手背 又气又笑那么激动 谁让你你说胡话 事实是我的错 说着他 拉过我的手 放在嘴边吹语气 不觉间变得温柔还疼吗 我摇摇头 不好意思地把手抽走心中纳闷 怎么越来越热柳如烟恢复了正经 刚好 我缺个男朋友 这个学校的男生对我 如狼似虎需要个人装我男朋友 原来如此 幸亏柳如烟这么说 要不然多年的兄弟情 突然出场别呢 我还真适应不了 好吧 柳如烟把量好的熟肉 放在我盘子里 熟练地翻烤着碳架上的肉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为了个女人不学无术 去你大爷的 我不免又想到苏浅浅 心中酸涩起来 二战考研这一年 我既肩熬又难受 可我始终期待 和苏浅浅见面的一天 谁能想到 他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呢 想一想 我和一腾成 已经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了 看着诱人的烤肉 心一横大口塞进口中 肉真香 吃肉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 回到宿舍 室友把我架在椅子上审问 说我和笑花在一起 怎么不告诉他们 回来有人把柳如烟挽着我的照片 发在学校表白墙上 底下评论郎才女貌 还有人说柳如烟英年早婚 当然也有人说我配不上她 底下的评论上千条 看得我一阵无语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过从拍摄的角度来看 好像是正对着我们拍的 还有一张背影 斜阳拉长我们两人地上的影子 马路上车水马龙 柳如烟绝美的侧脸 深情款款地注视着我 颇有意境的一张我在心中赞叹 柳如烟身为笑花 走到哪就会引起蝴蝶效应 连带着我都没能得到幸免 还真的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四日早上 柳如烟在宿舍楼下等我 手里还提着我爱吃的包子和豆浆 她的长相引得来往男孩子纷纷注目 我戴上帽子 小跑着来到她身边 顺便给她扣了一顶 拉着她就走 你来告诉我一声啊 到哪里都能吸引眼光 好 我错了 以后咱们低调点 柳如烟急顺手地挽住我的手臂 边走边说 我忙着看时间拿着包子 不顾形象往嘴里塞 快喝口豆浆顺顺 她快速地地上豆浆十分自然的 把我的衣领翻了翻 送到教室门口 我头也不回地白白手 坐在室友帮我抢的位置上 室友一脸艳线 这恩爱秀的 羡煞旁人了 我嘴角抽了抽 不自觉的啊 怎么没有 她掰着纸头算 早上给你送早餐 除了她有课 你俩一天的时间几乎都腻歪在一起 我可告诉你 秀恩爱死得快 你是不知道有多少男生 等着你们分手 好前铺后继和柳如烟洗劫连理 听着就很壮观 所以你现在是全校男生的公敌啊 这柳如烟是有多大魅力啊 我不信 事实是 中午在学校后小吃街 她拉着我觅食 不少打扮时尚的男生看见她时 都会格外再多看一眼 剑手中签的是我 免不了赠送一记白眼 还真被室友说对了 她是万人迷 我是万人险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我想低调 奈何柳如烟天生就是引人注目那类人 走到哪里都少不了光环 就连买饭卖饭的阿姨看她长得讨喜 都忍不住多给她盛两块肉 她把糖醋排骨夹进我碗里 眉开眼笑到多吃点 看你都瘦了 你是把我当诸位吗 碗里的糖醋排骨颜色诱人 香气扑鼻 口水不争气地从嘴角流出 看我吃的香甜 她笑得格外灿烂 漆黑的毛子里带着虫腻 笑容可惧 不得不承认 柳如烟确实比苏浅浅漂亮很多 自从上次和他们分别 将近俩月没有再见 我想起苏浅浅的次数越来越少 没想到苏浅浅居然后着脸皮 又发来邀请信息 细博答我们见一面吧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就约在后街酸辣粉店里 可以吗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 而是想到了柳如烟 我现在是她名义上的男朋友 出去见旧情人像话吗 有什么话电话里说吧 我觉得没有见面的必要 信息刚一发出去 苏浅浅就打过来了 说不上心里对她什么感觉 唯一的直觉就是和苏浅浅越少接触越好 未见博答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甜美 我曾经一度为之痴狂 还疯狂地把她的声音录下来 作为自己起床铃声 是她的声音陪伴了我整个二战独眼 支撑我每天夜里继日的学习 最终如愿考到她在的这所大学 但时间很奇妙 短短两个月 过去的一年仿佛变得离我很遥远 她的声音不再会引起我心悸动 心平静地像波澜不惊的湖面 不起一丝连依 有事吗 话一出口 苏浅浅愣了脸 我也愣了 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疏离和弹幕 纪博答 我想见你一面 一面试一次 以前经常一起吃的酸辣粉 伊藤诚呢 就我们两个 那不合适 固男寡女的容易引起误会 你是怕柳如烟误会你吗 废话 就他们俩这关系 突然见面 是个人都会误会吧 我不理解苏浅浅是哪根筋搭错了 突然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这时电话那端响起开门声 伊藤诚的声音响起 倩倩 你跟谁打电话呢 一个老同学 我心中直犯嘀咕 苏浅浅还跟伊藤诚撒谎 那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听到伊藤诚难以置信的声音 浅浅 你跟纪博达打电话 有必要瞒着我吗 我不想再听下去 当即挂了电话 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很是生气 我以前喜欢过苏浅浅 会因为他不经意的一句话 或一个动作就心跳加速 我以为他心中也是喜欢我的 所以才会对我好 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 我才明白 暧昧不等于喜欢 真正的喜欢也不会搞暧昧 很显然 苏浅浅很差劲 我把这事跟柳如烟说了 他情急之下 竟抱着我亲了一口 奖励你呢 我和柳如烟正打情骂俏之际 忽然看到伊藤诚 不知何时站在一旁 咬牙切齿的 问你跟浅浅打电话 都说了什么 他叫我出去吃酸辣粉 我拒绝了 就这样 真的 伊藤诚再也不是天真烂漫的笑容 眼中带着凌厉 问你跟浅浅打电话 都说了什么 如果真是这些 为什么浅浅不肯告诉我 你怎么对他的 我都知道他问 你脑洞挺大呀 放着柳如烟这么好的女友不要 去吃回头草 伊藤诚脸色尴尬 沉默了几秒 如果因为我和浅浅在一起 你恨我认了 但你现在已经有柳如烟了 干嘛还要背着我联系苏浅浅 是为了报复我吗 你脑洞挺大呀 放着柳如烟这么好的女友不要 去吃回头草 我闲的吗 我笑了笑 伊藤诚手指钻拳 钻得发白 我是个要脸的人 麻烦你以后管好你的人 别再让他骚扰我 柳如烟走上前挽住我的手 柳生问解决完了 我送你回宿舍吧 顿了顿 柳如烟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伊藤诚 明天周末咱俩去吃烤肉吧 果然说完后 伊藤诚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有些难看 我愁大苦深地看着他 你真打算把我喂成猪 他闽春笑了笑 吃肉还不乐意了 乐意乐意 当然乐意了 伊藤诚喜欢吃素 我可是肉食动物日子过得很快 眨眼间半个学期过去 有柳如烟的陪伴 日子过得飞快 期末考试结束 下了一场大雪 柳如烟拉着行李箱 在宿舍楼下等我 我和他约好了一起 订了高铁票回家 他贴心地为我戴上帽子和手套 学校已经空了一大半 我环视四周问 人都快走完了 不用再演戏了吧 做戏做全套 你怎么就不懂呢 说着还伸出手示意我握住 我哭笑不得地跟他走了过去 食指紧扣 他才心满意足地卖步 行吧 等回乡后就不用再演戏了 万万没想到 双方父母都一股脑地 站在门口等着 父母看见柳如烟 轻易地挽着我出来 下巴都惊掉了 我尴尬无比 当场实话 叔叔阿姨好 我是纪伯达的女朋友 爸妈 这是我男朋友 纪伯达 你让我死吧 我误语地看着他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由于柳如烟太过突出 大学时父母就对他有所耳闻 在惊柳如烟 这个乌鸦嘴多舌 我彻底跳进黄河 喜不清 双方父母寒暄几句后 一拍即合 订了个大包箱 算是父母第一次见面 柳如烟妈妈还塞给我红包 趁着上厕所之际 偷偷瞄了一眼 粗略估计有大几千块 顿时我觉得 这个红包变成了烫手山摇 陈薇薇拿出手机 开始给他发微信 误会大了 不是你真正的男朋友 这红包还是返还给你吧 钱你不要 他问 狠狠心咬咬牙 我回了三个字 收下了 他接着问 怎么感觉自己 被狠狠地套路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整个寒假 我被爸妈压着 跟柳如烟约会 我妈王女士 平日挺眼光高的一个人 竟然对柳如烟 没一出不满意的 张口闭口地夸 虽然你复读了一年 但能和柳如烟谈恋爱 妈觉得直 妈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天天数了 我学习不用心 大脑是豆浆吗 怎么现在 我说到得了吧 你好好和柳如烟处 不要屁大点事都吵架 你要是敢欺负如烟 回头我要是知道了 飞揍你 我爸接过话说 我爸这话虽然不咋地 但是成功地把火力 转移到自己身上 我穿戴整齐 跟柳如烟去看电影 他眯着眼睛笑 还有脸跟我开玩笑 气得我咬牙切齿问他 是不是故意的 要不是你在我妈面前下半 我能像现在这样 家庭地位连你都不如吗 害得我们家家不和睦 不都是因为你吗 事事是我的错 回头我去见见叔叔阿姨 听你说几句话 我们在电影院门口嘻闹 俨然一对恩爱的情侣 偶遇老同学 免不了被调侃一番 临近新年 同学群里聚会时 我和柳如烟 以情侣的身份参加 惊呆不少人 奇怪的是 苏浅浅和一腾成没来 有人问我 纪博大 你不是和一腾成 关系挺好的吗 还在一个学校 知道原因吗 我笑着摇摇头 你也知道学业繁重 我整天忙着学习 和一腾成联系比较少 不知是谁插了一句 他俩不敢来 是不是避嫌了 知情人的目光 纷纷落在我和柳如烟身上 探究地审视着 他面色如常 没有一丝不适 我当即放心不少 我眼瞎 喜欢苏浅浅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柳如烟才不是 小度机长的女人 后来大学的同学告诉我 苏浅浅和一腾成正闹分手 我漫不经心地回了句 小情侣分分合合很正常 纪博大 你知道他俩为啥闹分手吗 不感兴趣 因为他俩闹分手是因为你 同学说完这句就下线了 老子毛氏 一腾成多疑 整天查苏浅浅的手机 和聊天记录 苏浅浅说太压抑了 昨天提了分手 一腾成跑去苏浅浅家赌他 真是人在家中做 或从天上来 我觉得你还是跟柳如烟说清楚 免得牵扯你俩 我们家柳如烟 才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说归说 我还是把这事告诉了柳如烟 柳如烟沉默片刻 发来三个字 我信你 那一刻喜悦充满心田 我回了个轻轻的表情 半赏我才反应过来 我和他又不是真正的情侣关系 解释这些干什么 许是因为过年事多 竟忘记深究这个问题 除夕夜家人忙活年夜饭 我这个闲人便被派去买酱油 下楼竟看到了 多日不见的苏浅浅 他瘦了 没眼见多了沧桑 一看到我出来 立即跑来 声音里带着惊喜 纪伯达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热情 吓了一跳 后退两步 警惕地望着他 苏浅浅你来干什么 我问 苏浅浅像疯了一样 突然抓住我的手 纪伯达我后悔了 我不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 下意识地问了句 什么 苏浅浅像疯了一样大声道 纪伯达你知道吗 自从你和柳如烟在一起 我才发现自己有多喜欢你 我妒忌得发疯 我曾经那么喜欢苏浅浅 觉得他就是我生命中出现的一束光 是支撑我孤独考研一路走来的动力 说白了曾经我就是他 苏浅浅的舔狗 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好的 恨不能成为圣旨当共者 现在舔狗不舔了 他跑来告诉我说后悔了 说喜欢我 我低笑一声 推开他的手笑着问 失去我的仰慕 不适应了 苏浅浅愣了一下 急忙摇头 无视的纪伯达 我是真心喜欢你 这话骗鬼呢 苏浅浅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他盲目点点头 纪伯达你要是不相信 我可以发誓 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吗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 苏浅浅 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很可笑吗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 却一直跟我玩暧昧 吊着我这就是你喜欢人的方式 转头和我朋友在一起 用伤害的方式对我 是喜欢我 现在你和一腾成不清不楚 跑来跟我告白 是喜欢我苏浅浅手足无措 说到纪伯达 我其实已经和一腾成说了分手 是他一直纠缠着我不放 我现在就跟他分手 当着你的面分手好不好 我一点没看出来苏浅浅有哪里喜欢我 反而对他现在这种行为感到不值 苏浅浅你够了 今天你不来找我 不把责任推到一腾成身上 或许你在我心中还有一丝美好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和一腾成在一起 是他一个人的错吗 把错误进行到底的人不是你吗 曾经那般美好的少女 如今竞变得面目全非 今天可以把责任推到一腾成身上 明天就会把脏水泼到我身上 很抱歉我把他理解得很复杂 记不打我 对不起他随口一说 我猛然想起了复读食吃的那些苦 突然觉得很委屈 脑海中一下子就想到柳如烟 抬眸一看 柳如烟竟真的在朝我走来 我再也忍不住 张开双臂抱住了柳如烟 柳如烟用指腹轻轻擦拭我眼角的泪水 轻声安慰受委屈的我 他不说话还好 你说话应得我更想哭 我想你了 说完还鼻涕眼泪一大把的往他身上蹭 我俩旁若无人的耳并撕摩 苏浅浅脸色发青 柳如烟突然冷了脸 苏浅浅你来找我男朋友表白 经过我同意了吗 柳如烟你根本不爱纪伯达 就不要折磨他 把他让给我吧 柳如烟冷冷地笑 纪伯达不是个物品 更不可以随意转让 他有血有肉 虽然他毛病有点 可是也伺候不了你这位大公主 我意识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不让就不让呗 是我毛病多是闹哪样 别以为你有多了解纪伯达 你和伊藤诚在一起时 可没顾及他半分颜面 伯达脸皮薄 顾及着多年同学情谊 说不出重话 今天这个恶人我来做 苏浅浅我告诉你 纪伯达是我男朋友 我心疼他 所以永远都不会放开他的手 为了让苏浅浅死心 我牵起他的手 苏浅浅我喜欢的人是柳如烟 最后苏浅浅看挽回无望 失落地离去 我认真地望着柳如烟 问出这些天的疑惑 柳如烟你是因为同情我 所以才车谎 让我当你男朋友的吧 难道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 脑海中一个念头一闪而过 快到我来不及捕捉 纪伯达我喜欢你 很早以前就喜欢 要不你将就一下 做我真正的男朋友吧 说不高兴是假的 暗恋苏浅浅那段时间 真的太酷了 谁不想吃点甜的心情愉快 何况柳如烟是个称职的女友 大到辅导我功课 小到我的生活习惯 记得清清楚楚 我吸了吸鼻子 笑起来 难道我现在不是吗 她微微一震 迅速反应过来 一下把唇凑了上来 她陪着我去买酱油的路上 我才想起问 马上该吃年夜饭了 怎么突然来了 想我了呗 倒是一点都不含蓄 我拉着柳如烟回家 她还装模作样起来 这年夜饭在你家吃不大好吧 等着我去把车里的礼物拿出来 好家伙 感情她这时都准备好了 拎着礼品除夕夜来拜年 我妈高兴坏了 把人奉为做上宾 过年后过年前 群里的老同学都商量好了 找个时间一起去看班主任 初六这天 柳如烟早早来找我 我妈含笑地目送我们离开 那眼神分明就是在卖猪 我们到的时候 包厢里已经到了不少同学 热络地打招呼 孙老师满眼欣慰地 看着我和柳如烟 频频点头说道 你的丫头都名校有主了 还重新考 原来是为了追老公啊 孙老师这话什么意思 我有点猛 柳如烟打着哈哈说 姜还是老的辣呀 一眼就被您看出来了 季伯达是个好小伙 你俩在一起我也放心 怎么越说我越猛了 随着我深入了解 我才明白柳如烟 其实早就考上了国内名校 是为了和我考进 同一所学校才复读的 说不感动是假的 要不是老同学都在我真想 直接捧着他的脸就亲一口 老同学也都纷纷祝福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 苏浅浅 你来晚了 不好意思 路上堵车我自罚三杯 跟在他身后的是一藤城 笑容里带着勉强 看到我时 他愣住了 脸上划过一道恨意 他走过来跟我握手 季伯达 新年好啊 新年好 我把手抽出来 跟柳如烟食指紧扣 笑着招呼他们 席上苏浅浅闷不作声 喝酒 一藤城在一旁劝不住 突然起身 端着酒来到我身边 众人纷纷注目 柳如烟站起来 也端起一杯白酒 柳如烟照顾好伯达 苏浅浅说这话时 一直看着我 我不劳你费心 我未婚夫 柳如烟上前一步 把我挡在身后 一藤城脸色难看得很 等苏浅浅 同柳如烟喝完酒后 一藤城就把人拉走了 自始至终 我神色无比平静 看着柳如烟 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 过完元宵节 我和柳如烟一同返校 我爸妈一直拉着他的手 叮嘱他好好看着我 要是不听话 就给他们打电话 我 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纪伯达 阿姨 这是让我照顾你呢 我妈没开眼笑 拉着柳如烟的手拍了拍 言语间对我多有嫌弃 还是你贴心 往后你替我拐着他 路上拉着柳如烟的手 回想起我和他这些年来的过往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小学 到大学 谁也会缺席谁的青春 虽然我大学时 一直喜欢苏浅浅 但是幸好 幸好柳如烟一直陪着我 若不是看文师 我还不知道柳如烟 为了我复读一年 你不知道 我在他心中这么重要 后来一藤城和苏浅浅的事情 断断续续传到耳中 他们终究没有走到最后 听说苏浅浅像变了一个人 化身情场高手 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和柳如烟的感情与日俱增 尽管不是轰轰烈烈 但平平淡淡 却让我心里异常安稳 研究生毕业后 我们顺理成章地订婚结婚 前夕他搂着我的腰说道 博达 我想告诉你二丈 考研那年你并不孤单 我始终陪着你 往后余生始终有我 我轻易地摸了摸柳如烟 绝美的脸颊 此生有你便是我最大的福气